狐狸猫去小树蛙家里玩 小树蛙拿出了她的新玩具弹弓 狐狸猫眼神发亮地问小树蛙 可不可以借她玩 但狐狸猫没有用过弹弓的经验 小树蛙教她 只要你把弹弓上的子弹与弹力绳一同往后拉 瞄准好目标物 松开手就会打中了 狐狸猫听从小树蛙的建议操作 但子弹却在碰到标靶前就落地了 我们来做个简单的实验 拉开弹弓 但把弹力绳维持一个拉直状态 此时发射子弹后 很快就掉到地板 接着用力拉紧弹力绳到最紧绷的状态 发射出去的子弹会直直朝标靶前进 所以答案是C 你答对了吗? 小树蛙示范一次给狐狸猫看 狐狸猫看到小树蛙奋力地将弹力绳拉开 郑重红星 狐狸猫头一羡慕的眼神 它觉得是自己出的力不够多 小树蛙好奇地问狐狸猫 你怎么知道我出的力比你自己出的力还要多 狐狸猫觉得小树蛙拉弹弓拉得非常专注 认为小树蛙一定出很多力 小树蛙觉得这是个很有趣的想法 接着又问 那你觉得我的弹力绳跟你的弹力绳有什么差异 这么一问 狐狸猫发现小树蛙的弹力绳拉的时候比较紧绷 自己的似乎比较松 小树蛙点点头说 没错 从物体形状的改变 我们可以察觉到有力的存在 或是子弹 从原本的静止状态到弹力绳释放后射中红星 子弹的运动状态也改变了 而子弹在运动过程中会往下掉 子弹受到地球引力的吸引而坠落至地面 我们称这个吸引力为重力 子弹受到弹力绳的弹力 以及地球引力的这两种力 可以分为 需要接触才有力的效应的接触力 以及不需接触物体的超距力 除了刚刚的弹力 跟用手拉弹力绳的拉力 狐狸猫 你知道还有什么是可以算接触力的吗? 狐狸猫想了想 说 在超市 需要用手 推手推车的时候 而轮胎和地面 也会产生摩擦力 让车子不好推 这两个都是接触力吧 小树娃觉得狐狸猫 举的这个例子很棒 接着提出下一个问题 会让两个磁铁的N级 在互相碰触前就弹开的磁力 以及摩擦电板后 拿到头上 就可以让头发竖起来的静电力 都是超距力 因为物体之间 在碰触前 就可以产生作用力 而游泳圈之所以能浮在水面上 则是因为浮力 是由水提供的 游泳圈必须浸在水中 所以浮力是接触力 磁力和静电力 是两个物体之间 不需要接触 就可以产生作用力 浮力是物体需浸泡在水中 所以是接触力 这题的答案是B 狐狸猫了解力的分类之后 好奇地问 我们会用公分表示长度 用公斤表示质量 那又怎么表示力的实际大小呢? 小树娃回答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科学家们定义了质量一公斤的物体 在地球表面受到地球引力的大小为一公斤重 而质量为一公克的物体 所受的引力大小则为一公克重 所以公斤重 公克重就是力的单位 狐狸猫接着又问 那我们要怎么测量力的大小呢? 小树娃表示 我们可以利用弹簧的形变来测量力的大小 将弹簧悬挂起来 此时弹簧受到重力的吸引 会微微的伸长 我们称它的长度为原始长度 接着我们将一公斤的砝码挂在弹簧下方 可以看到弹簧被拉长了 我们可以说弹簧受到一公斤重的外力作用而被拉长 接着将砝码移除 改用手拉到相同的位置 就可以代表手势的力与砝码 给弹簧的重力是相同的 狐狸猫于是问小树娃 如果我要测的重量不是一公斤重 而是五百克重的话 我每次都要拿刚好的砝码吗? 小树娃摇摇头表示 当然不是 我们来做个实验好了 你答对了吗? 答案是A 操纵变因是依据实验需要 实验者能加以改变或调整的项目 这个实验的操纵变因是砝码的重量 应变变因即是实验结果 也就是弹簧最后的长度 而控制变因是实验中不能随意改变的因素 使用同一条弹簧 才能看出操纵变因跟应变变因的关系 小树娃迅速将仪器架设完成后 对狐狸猫说 我们要先记录没有挂任何砝码时的弹簧原始长度 然后在弹簧底下每次增加10克的砝码 并测量弹簧的全长 共做5次 每次增加新砝码时 需要把原本的砝码取下 看弹簧有没有回到原本的长度 如果没有回到原本的长度 代表弹簧超过弹性限度 狐狸猫不知道什么是弹性限度 小树娃解释 当弹簧受力过大的时候 弹簧发生永久形变 即使去除外力 也无法恢复成原来的长度 举个例子 用力把橡皮筋拉断 它就再也没办法变回原本的形状 狐狸猫恍然大悟 小树娃与狐狸猫做完实验后 一起绘制出弹簧全长与法码重量的关系图 从图表看来 法码重对弹簧全长的关系呈现正相关 小树娃接着再把弹簧总长 转成弹簧伸长量 狐狸猫惊讶地发现 法码重量与伸长量一样呈现正相关 小树娃点点头说 没错 科学家发现了这样的关系后 就把弹簧做成了弹簧秤 可以用来量测力的大小 我们就不用每次想量测一个力 就得拿一堆砝码慢慢测试了 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进行整理 力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接触力 需要与物体接触才能产生力的效应 如拉力、弹力 第二类是超距力 不需要接触物体 就可以产生力的效应 例如重力、磁力、静电力 力的单位是公斤重和公克重 力的测量方法是 可利用弹簧秤在弹性限度下 测量弹簧的伸长量 弹簧伸长量会与外力有成正比的关系 最后和狐狸猫一起脑力激荡吧 如果今天使用手持弹簧秤 秤量一公斤重物体时的伸长量是十公分 如果改用手将弹簧拉长五公分时 需要施多少力呢?